台灣和香港的命理師都說過 2024年的疫經籍連過是雷火峰 有多顧多士之象 特別是印度尖聲師阿南德還警告過 他說在2024年4月之前 恐怕將會有一件超級災難事件發生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進入3月 中國大陸各種天災人禍不斷發生 特別是火災爆炸頻頻發生 下方我們來瞭解一下 在早前 我們才跟大家報導過 貴州貴陽 津義 不哲和金沙等至少25個地區 2月10日起 相繼發生山火 蔓延了12天 連綿百多公里 波及半個省 當地居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有老人家的房屋被大火燒毀 悲痛欲絕地哭 也有農民的房屋倒塌 整批的山豬被燒死等 但是相關話題就被中共打壓 在社交媒體不能上熱手 和不單行的是一災未平 另一災游起 貴州山火剛剛撲滅 四川又發生山火 3月15日 四川金枝州雅江縣突發山火 火勢迅速蔓延 山火燒到16日 火牆突然刮起8級以上大風 不少被撲釋的火頭猶死灰復燃 70公里外的天空都被染成橙色 現場來曼著大量濃煙 借天閉日 火勢蔓延到城市 民眾紛紛走避 有網民驚叫 真是好像世界末日來到 還有網民哀嘆 中共末年遍地是災 3月17日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在X平台 發表了一個在高速公路 遇上四川山火無處可避的影片 影片畫面顯示 現場的火勢很大 在夜色之中 四面八方都是火 大火中火星四起 天空已經變成橙色 山火衝上高速公路 形成一條火焰長城 場面恐怖得就好像災難片 這一幕恐怖畫面 上個月才在貴州高速公路上演過 有網民說 太恐怖了 天都燒到紅 末日景象 趙蘭健問 正在在高速公路開車 車外面就是恐怖大火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場面 如何逃生? 網民發影片說 很多地區山火已經燒到入村莊 村民開始逃離家園 大火已經臨近市鎮 只是村裡變燒 變成四面橫山 三面都燒起上來 還一直刮大風 很多人紛紛逃走 雅剛大火就好像世界末日 好像末日來臨一樣 恐慌地逃走出雅剛 希望一切平安 據大陸媒體3月16日報導 3月15日下午5點多 四川金茲州雅剛園的 俠拉鎮白芝村發生山林大火 16日下午2點多 火牆突然刮起大風 雜時之間 風力達到8級以上 火牆東邊死灰復原 並且迅速向東北方向蔓延 火勢很大 濃煙遮著整個火牆 無法靠近觀察 網民紛紛說 在四百多公里遠的成都 天都變成黃色 狼煙四起 遮天閉日 場景恐怖得好像災難片 是不是世界末日了? 進入2024年沒多久 中國大陸已經發生了 多宗與火有關的災難事件 很多無辜的人因此喪生 譬如3月13日河北煙郊就發生大爆炸 已經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傷 3月11日中共兩會結束當日 湖北和湖南發生工廠爆炸 現場火光衝天 升起蘑菇雲形狀的濃煙 岸廢山勢發生煤礦氣體爆炸 潰瘡事故 岸廢爆炸已經導致7死多傷 山勢事故已經導致5死2失蹤 湖南爆炸已經導致2死4傷 而湖北爆炸就至少造成3傷 3月16日下午4時23分 江蘇淮安區與長小區的西門老表燒烤店 發生爆炸 發影片的人說店舖裡冒出滾滾濃煙 並且有玻璃碎片 山落在店舖外的馬路 有附近居民表示 爆炸發生的時候發出了比較大的聲響 多名目擊者說有人衣服被燒爛 爆炸之後燒烤店的名火還波及到旁邊一間超市的部分地區 3月16日凌晨2時13分 安徽黃山市中心城區新潭鎮的中城建材市場一間店舖起火 失火建築物濃煙滾滾 該起火建築物是4層鋼斤水泥結構 起火單位位於建築物的第一層 目前名火已經撲滅 沒有人傷亡 3月16日海南海口一間發泡交商工廠 突然發生大火 以此是隔離電罕火花引發 現場火勢很大 燃燒猛烈 黑煙滾滾 其實關於2024的火劫 早就有人提醒過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馬來西亞拿督鄭博建 在早前才告誡大家說 來到2024年九運 尼瓜也代表火的能量 無論在自然災害 還是人為導致的禍害 都不能忽視 2024年有越來越旺的火勢 這股火的能量 將會引起高溫 火災爆發潮 火山毀滅潮 鄭博建還提醒過大家 今年會爆發更大型的毀滅性天災 香港風水師風水號也說過 2024年是雷火風掛 張若雷電皆致風 君子以節育致營 雷電齊發自古就有執法的意象 2024年是想善罰惡的一年 上天要人為自己做過的事埋單 風水號分析說 掛像顯示 2024年上天會懲罰壞人 上都出來了 人還不知道悔改的話 上天就會懲罰人 炳火可以燒盡世間一切 大奸大惡等不好的東西 風水號說 除了做好人之外 我想不到有任何方法可以逃避天險 上天是絕對公平的 該罰的就會罰 該想的就會想 如果世人不聽 不理 假裝不知 那就會錯過最後救贖的機會 2024年就等著上天的懲罰吧 而台灣明里斯高玉林也表示 2024年的液經植連掛是雷火風 有風盛之意 也有多顧多士之象 高玉林說 雷火風除了延續近年的極端氣候現象 2024的春夏 腰豬衣熱和水的災情 秋冬要炎防冷和雪之外 地震 火山 將會是今年更加要炎防的天然災害 日本的開年第一日地震 木兒島和冰島的火山爆發 恐怕將會是今年的最曲離 台灣另一位明里斯 歐柏城也說 這句北宋兆雍所撰寫的《王極經世》書自出 2024的直連掛是雷火風 加上2024年就是風水上所謂的 《梨掛九運》20年的開始 兩者奇妙共同的一點 都是與象徵文化有關的梨火有所連結 風掛掛象哈利明移上震動 明以動 明同動 雙得益彰 可光可大 所以有盛大之象 雷電齊法 至古就有執法的意象 這樣 要怎麼被加入? 風水浩說 我多次在節目中說了 要避開天懲罰之年的大懲罰 首先就要自己做一個好人 遠離邪惡 不要和邪惡太多交集 其實古今中外的預言 同樣都預言了這場歷史大戲的終局時刻 所有的生命都被公平地斥予了選擇 和決定自己未來命運的機緣 一個生命要想平安度過上天的懲罰 就是選擇對神的證信和神給出的善良標準 行事和做人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能在我們的節目中得到啟示 找到避難良方 平平安安度過天情之年 我們下次再見